男女都要去做检查 真的不孕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也不是只有女生会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那如果真的双方的身体上面 是有不适合的状况出来的话 我真的建议你们可以放弃这件事 因为唯有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你倒下来了以后不会有人去管你的 你放心好了 我会把你当成像女儿一样的疼爱 这句话在我的人生当中 我也曾经接受过 生喝鸽子血 或者是生吃那个癞蛤蟆的生殖器 有人成功过 那我就会去尝试 不管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光靠爱情支撑的婚姻啊 那能够支撑多久啊 妈 可是婚姻里没有爱情 所以我说 你太年轻了 你不懂 王脸是不错了 可惜啊 她不肯生 哎呀 不过 这不肯生 总比生不出来要强啊 其实很多人问我说 你为什么会接这个角色 你干嘛要接这个角色 我在接这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已经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我觉得 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剧本出来 那么其实跟很多人的人生是很真实的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写实的东西 那怎么样去把这个 这个尖酸刻薄的婆婆表现出来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因为你要演到 演到位 才能够让观众知道说 真的有这样子的婆婆 其实里面有一句话真的 很扎心的 然后跟我自己的人生经历 非常非常百分之一百的贴切的 就是 你放心好了 我会把你当成像女儿一样的疼爱 你放心好了 我会像疼我女儿一样的疼你 这句话 在我的人生当中 我也曾经接受过 但是事实是 是如何呢 因为我是我们家独生女 所以从小 当然是被父母亲呵护长大的 但是我出嫁的时候 我父亲就跟我讲过说 你不要认为你自己嫁到别人嫁 你可以跟家里面一样 是女儿 你记得你的立场 跟你的角色是媳妇 当我到了我的婚姻的现实生活里面的时候 很多时间我自己就会有那个感受 然后想到我父亲跟我讲了这句话 我就会常常的觉得说 好像真的是这样 如果说没有任何比较之下的话 可能还不会那么明显 但是一有这样的比较的时候 就是会出现这种状况 那你的心里面是不平衡的 就像立方讲的一样 我没有期望你把我当成是你的女儿 但是最起码 你把我当成是你的家人 女儿跟媳妇是永远不可能花下灯 你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回应 绝对不可能 我可以说绝对不可能 我的个性是属于直率型的 我比较不会拐弯抹角 我也不会去想很多 那会像立方这样往往 就是对你拖的吗 嗯 后来我会 后来我会 为什么会 是因为我觉得 我生不出来嘛 一切都是我的错嘛 所有事情我都应该担嘛 所以到了后来的时候 我会像立方一样 这样子的去把所有的事情 吞到自己的心里面去 然后也就是说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当然有很多的事情 你会越积越深 然后到最后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加菲跟立方的mix吧 嗯 因为 大家都知道我 我经历了14次的试管婴儿嘛 那也就是像现在剧中的加菲一样 我记得上礼拜好像演的时候 他跟他的先生说 我准备下个月再来一次 他的先生问他说 你的身体可以吗 对 这就是我跟我的医生的对话 当时我就是拼命地想要做 这个月做完不行 我连续地要接下去做 我的医生就跟我讲过说 周小姐 我觉得你可以停一下 可以休息一下 你的身体会受不了 我跟他讲说 不管 我要做 我还是要做 你就帮我做吧 所以在戏中加菲的那个心境 是会碰到的 从人工到试管 大概我们经历了 我经历了九年的时间 这长达九年的时间 当然是心力交瘁的 然后自己的身体 也起了很大的不适跟变化 那 在当时来讲 我觉得 就像我现在的加菲一样 我觉得我没有错 我为的是这个家 我为的是你 因为你是长子 你的那些没有办法忍耐 或者是你的那些 没有办法的 的那些情绪 你都不能因为我今天 受了这么多的罪 而被原谅吗 有人成功过 那我就会去尝试 不管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就像我曾经说过 我吃 深喝鸽子血 或者是 深吃 那个 癞蛤蟆的生殖器 或者是 庙里面的香灰 然后又或者是中药 中药喝到 喝中药是喝到 鼻子倒灌 直接喝下去以后 中药从鼻子里面流出来的 因为它已经没有办法 它真的已经没有办法承受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情 我就可以得到的 我就应该会得到的 一个我要的孩子 可是事实上来讲 真的没有办法去寻找一个心灵上面的一个安定跟一个安慰 是没有办法找到的 因为我们打的荷尔蒙等等的这些东西 黄体素干嘛的 会促使我们的个性整个起来很大很大的变化 那暴躁是其中之一 我可以下班回到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的 我就可以大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的 我就会把锅碗瓢盆往地上砸 这些都是真实的状况 所以嘉飞在戏里面的那样子的不可理喻 是可以被原谅的 是可以被接受的 因为它真的 那个就是一种生理的变化 那是没有办法的 医生告诉我说 我们现在取卵的几率已经越来越低了 越来越低了 最后一次我记得只有两个卵子出来 取到两个卵子 然后其中的一个卵子还不适合做 所以让我觉得这整个是没有再有必要 也没有希望的一条路 那就决定不走 现在的我 我不会这么做 要为自己多活一点 多爱自己 嗯 对 做丈夫的在外面 也会承受到很大的压力 跟工作上面的一些压力 那在这个时候 当然做太太的 想要知道 你的丈夫是宝贝你的 你的先生也是宝贝你的 他看到你瘦这样骨 他一定会很心疼 那个绝对不是假的 我们的剧里面是真的 在肚子上扎了这么多这么多的洞 然后肚子上完完全全是有瘀青 等等瘀痕 这都是真实的事情 真的也要很宝贝你的太太 那如果说 嗯 在身体的缺陷上面来讲 我觉得 最重要点 就是男女都要去做检查 真的 不孕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也不是只有女生 会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那如果真的双方的身体上面 是有不适合的状况出来的话 我真的建议你们 可以放弃这件事 因为唯有自己的身体 是最重要的 你倒下来了以后 不会有人去管你的